上一部影片,我们谈到集合 把一群有明确意义的事物聚集在一起 就形成了集合 集合常用大写字母来区别 并有列举法和描述法两种呈现方式 例如A等于1,2,3 或是B等于X 其中X大于等于-5,小于等于10 X为整数 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用图形辅助思考 将平面的一个区域围起来以表示集合 例如A等于1,2,3 就可以用图形表示 这类的图形称为文式图 利用文式图 我们就可以更清楚看出集合跟集合之间的关系 以子集的概念来说 当所有集合A的元素同时都是集合B的元素时 就表示A包含于B 这时我们称集合A为集合B的子集合或部分集合 如果用文式图来表达集合A和集合B的关系 就可以清楚看出 集合A包含在集合B里面 集合和集合之间的关系 还有交集,连集,我们分别来看看 集合A和集合B的交集用A交集B表示 定义为A交集B等于X 其中X属于A且X属于B 意思就是把同时在集合A和集合B里面的元素拿出来 就形成A交集B这个集合 用文式图来表示 A交集B就是两个集合重叠的区域 特别的,当集合A和集合B中没有共同的元素时 A交集B为空集合 2.连集 集合A和集合B的连集 用A连集B表示 定义为A连集B等于X 其中X属于A或X属于B 意思就是把集合A和集合B的所有元素合在一起 形成一个集合 就是A连集B这个集合 用文式图来表示 A连集B就是两个集合的所有区域 3.插集 集合A对集合B的插集 用A插集B表示 定义为A插集B等于X X属于A且X不属于B 意思就是把集合A的元素 删去那些也在集合B里的元素 就形成A插集B这个集合 用文式图来表示 A插集B就是集合A的区域 扣掉A交集B的区域 值得注意 如果是集合B对集合A的插集B插集A 那就是完全不同的区域了 B插集A是集合B的区域 扣掉A交集B的区域 介绍完交集、连集、插集的概念后 来看一个实际的例子吧 例题 这集合A等于X 其中X大于等于负2 小于3 集合B等于X X大于1 小于等于5 是求A交集B A连集B A插集B 解答 如图 红色的范围 表示集合A的元素 蓝色的范围 表示集合B的元素 A交集B的元素 就是重叠的范围 所以A交集B等于X 其中X大于1 小于3 A连集B的元素 就是全部的范围 所以A连集B等于X 其中X大于等于负2 小于等于5 A插集B的元素 就是红色的范围 扣掉重叠的范围 所以A插集B等于X 其中X大于等于负2 小于等于1 设集合A等于12345 集合B等于13579 是求A交集B A连集B A插集B B插集A 答案为 A交集B等于135 A连集B等于1234579 A插集B等于24 B插集A等于79 在讨讨论集合时 我们会依据所讨论的内容 设定一个最大的范围 此范围就称为羽集 常记为集合U 若用文字团来表示 常常用长方形的范围来呈现 例如当我们讨论丢一次骰子的几率问题时 点数1到6所形成的集合就是此时的羽集 u等于123456 或者当我们讨论三角形的问题时 所有三角形所形成的集合就是此时的羽集 有了羽集的概念后 就可以讨论补集的概念了 集合A的补集用A'表示 定义为A'等于X 其中X不属于A 意思就是在羽集内 但不在集合A里的元素所形成的集合 用文字图来表示 A'就是集合A以外的区域 但是要在羽集U里面 因为羽集是我们讨论的最大范围 介绍完羽集和补集的概念后 来看一个实际的例子吧 例题 设羽集U等于X 其中X大于等于-3小于5 集合A等于X 其中X大于1小于等于-2 是求A' 解答 如图 红色的范围表示羽集U的元素 蓝色的范围表示集合A的元素 A'的元素就是红色以内 但蓝色以外的范围 所以 A'等于X 其中X大于等于-3小于等于1 或X大于2小于5 第一题 设羽集U等于123456 A'等于125 是求A' 第二题 设羽集U等于X 其中X大于等于1小于等于9 B等于X 其中X大于等于3小于等于5 是求B' 解答 第一题 A' A'等于3 4 6 第二题 B' 等于X 其中X大于等于1小于3 或X大于5小于等于9 今天我们介绍了集合和集合之间的关系 有交集 连集 插集 它们都可以用文式图来表示 并且我们也介绍了 羽集和补集的概念 这些概念在之后学习排列组合的时候 会很有用哦